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第五題 說A集合是1、2、3 然後B集合是1、2、3、4、5、6 所乘的集合 那有一個X它包含A 但是包含有一個B 那這樣的X它的集合有幾個可能性呢 那因為你要包含A 所以你的X的元素一定有1、2、3 它一定會有1、2、3 那它要包含B 所以它除了1、2、3以外 可以最多還有4、5、6 這三個可以選 但是你可以選要或者不要 你可能有4這個元素也可能沒有 所以它有兩個選擇 可能5可能沒有 也要兩個選擇 可能有6可能沒有 所以它也有兩個選擇 好 所以總共有幾種選擇呢 就8種選擇 所以不同的 這樣的X就有8分 OK